很庆幸 让我能够以另一种方式 帮到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外公 墨学修行心灵法门两年多 灵验之事数不胜数 在人生最低落 最痛苦 最无助 最迷茫之时 菩萨慈悲点化我 在网上结缘了心灵法门 我从一个失业在家 病痛缠身 抑郁倾向非常严重的悲观怨妇 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变成了如今在政府部门办公室上班的工作人员 作息规律 福利有保障 终于解决了我的生计大事 身上各种病痛 通过不停地念小房子 给自己的药精者和打胎的孩子等 身体越来越好 各种疼痛神奇消失 原先的抑郁非常严重 凡事都往悲观处想 因为当时自己欠债太多 现在每日念经 听师父开示 看白话佛法 有空时 网络上法不失度人 法喜充满 哪怕一有悲观的苗头冒出 不用几分钟 我就能把它转换了 菩萨的经文和师父的白话佛法加持力 不可思议 中原节已经过去三天了 师父曾开示过 中原节的一些相关注意事项 进入农历七月初一到十五这段时间 有很多的灵性从地府放出来 而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再次验证 师父所言 真实不虚 分享中若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还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请诸位护法菩萨慈悲原谅 那天凌晨 我做了个很清晰的梦 梦见了故事两年多的外公 在我家客厅里与我聊天 当时客厅里有很多人 后来外公走进房间里 坐在我的床边 把他的衣服给我看 醒来后依然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亲情 起床后我打开日历一看 今天是七月初一 我知道进入七月要特别注意 但是没有想到初一的凌晨 就梦见了亡人 外公自幼对我非常疼爱 如果这世间 能有哪个人让我觉得最亲 那就是外公 小时候家里穷 姐妹多 父母没有精力照顾 于是外公就把我接到他那里住 外婆有时会比较严厉 但是外公对我永远都是那么温和 哪怕是我调皮不懂事 他也不会斥责我 哪怕我长成了二十岁的大姑娘 一些体力活他也不让我干 六十岁的老人 他情愿自己来干 其实在未接触到佛法以前 我做过一些与外公的梦 学佛之后更加明白 自己与外公前世的缘分是很深的 包括临终的前几天 我去看望病得不成人样 躺在床上的他 我给他买了些面包吃 后来我走开 他吃了几口之后就吐了 妈妈在边上给他擦拭的时候 他特意交代妈妈 千万不要让我进去看到他呕吐的样子 怕会吓到我 我已经三十岁的人了 外公对我的疼爱却如故 几天后 妈妈打电话说外公走了 就在他往生的那段时间 我做了个梦 梦中有个人对我很不舍 梦境中弥漫着悲伤的情绪 我看不清他的脸 只看到他的背 也许是外公还不放心我 他要再来看看我 因家人不信佛 我自己便在佛台前许愿 在外公七七四十九天之内 烧送了四十九张小房子给他 现在外公过世已经两年多了 但是我会经常梦见他来看我 有时候是节气 平时也会梦见他 所以也会给他烧送一些小房子 通过外公这件事情 让我真正明白了 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缘分 有善缘也会有恶缘 有缘分深的 也有缘分浅的 当我们面对人生道路上的 种种缘分时 真的不要太过着想 在世的时候好好地善待 过时之后好好地超度 我庆幸自己得益心灵法门 让我能够以另一种方式 帮到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外公 心里也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见过许多因亲人过世 放不下导致整日以泪洗面的可怜人 我们能够学佛是多大的福气啊 我自己也曾经是感情的受害者 但同时也曾深深伤害了别人 学佛之前 我把爱情看得太重太重 受世间五一六成之燃 包括影视作品里都在歌颂爱情多么多么的伟大 几乎可以胜过世间一切 自己学佛之前 曾在精神上出轨 在此 向观世音菩萨妈妈深深地忏悔 学佛之后 菩萨托梦让我知道自己前世与她缘分很深 有一次在念经时 控制不住自己思念她 泪眼朦胧中 我对自己说 单念姐姐做不够 一定要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于是 晚上就梦见了她和我们几个同事在一起 画面一转 跳出了一个数字 那就是菩萨给我开出的 化解与她冤结的小房子数量 现在 我心里 对世间的任何一种感情 都已看淡放下 中原节的前一天 也就是七月十四 凌晨梦见过世的同学 这位同学死得很冤 是被其先生所杀 生前因是同学 关系还是不错的 有一次在感情问题男友选择上 他也很信得过我 征求过我的看法 那时年轻不懂事 我用人间的看法 劝他 这个男的比较适合他 因为他经济条件好 而且离家近 方便照顾自己的父母 在此 深深地向观世音菩萨妈妈忏悔 我真的不应该去左右别人的感情问题 我不知道我的看法 他有没有听进去 但是后来 他真的与那个男的结婚了 婚后不久的一天早上 被其夫所杀 巧合的是 他被害的那个时间段 我正好与自己的先生争吵激烈 心脏突然间痛得不行 得知他的噩耗 我悲伤许久 那时也正好逢三六九 业障爆发 所以度日如年 后来似乎也梦见过他 但也只是以为自己白天的时候想过他 所以才会梦见他 修行心灵法门后 梦见他在拜菩萨 我就给他烧了一些小房子 通过我的这位同学 让我真切地感受到 千万不要去左右别人的感情取舍 因为你根本就不懂 他们之间的前世与今生的缘分 若是有知心好友 征求意见看法 你也不能过多地评论 过多地干涉 否则 你就可能因为自己的一句话 拆掉了一桩婚姻 而你自己也会可能因此造下重业 业障爆发时 自吞恶果 惨不忍睹 因为我自己 就是在同学被害后的许久时间里 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折磨 朱元杰过后第三天是我生日 正好逢三六九的关节 凌晨 模模糊糊地看见先生 在床边走过 不一会儿在我旁边躺下 突然 我发现自己被灵性控制了 两只手被死死地压住 喉咙不能出声 当时 脑子是非常清醒的 紧急关头 我想到观世音菩萨妈妈 因为之前的几次压身 我都是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或者消灾吉祥神咒 念了之后 有时会突然醒来 有时 观世音菩萨妈妈便会从天而降来救我 于是乎 我拼命地 想要发声 呼叫观世音菩萨妈妈 但无奈 喉咙被死死地按住了 我只有在脑海里想象 菩萨妈妈的样子 当菩萨妈妈慈悲的形象出现时 我又竭尽全力 大声喊 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圣号 突然想到要念大悲咒 刚开始念时 几乎出不了声 念了一会儿后 嘴巴神奇地慢慢张开了 但是却发现 在我的上方 灵性拿着一个瓶子 往我嘴巴里 倒一些黑乎乎的东西 这次 真的是一个升级版了 以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 也就是说 灵性为了阻止我念经 我一张嘴念经 就往我嘴里倒黑乎乎的东西 但是 我还是拼命念大悲咒 似乎一遍都没有念完的情况下 我在极度惊恐中醒来 口中依然念着大悲咒 左手摸了个空 一看 原来先生并不在旁 原来 刚才那个就是灵性 而不是我先生 因为这段时间 我与先生 因作息不同 是分房睡的 寂静的凌晨 我念经的声音分外明显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又一次救了我 其实 每晚睡觉之前 看完一篇白化佛法后 有时 我会把白化佛法放在床头 因为师父讲过 白化佛法当中 能量很大的 但那天早上起床后 发现白化佛法并不在床头 原来昨晚看完后 直接拿到客厅了 建议师兄们平时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尽量把白化佛法放床头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 加持保护吧 特别是当自己感到 阴气重和缝关节之时 我的药金者在369关节生日那天 以这种方式提醒我 让我知道自己欠债的厉害程度 我们学佛了 念经了 就可以好好地还自己的债 可怜的是 世间还有那么多 没有闻到佛法的众生 在自己的关节到来之时 无论你是多么有名 多么有钱 多么高贵的人 该瘦的还是要瘦 甚至有些人过不了关 说走就走了 德语心灵法门 真的要有很大的福报 因家庭原因 我一直是一个无神论者 直到在人间碰了一鼻子灰 才开始去寺庙拜佛 当时也只是作为一种心灵的寄托 后来听说放生可以改变命运 于是我就慢慢地自己放生 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 我尽量去放 我当时的外环境非常不好 但我冥冥中似乎懂得 唯有多放生才能改变我的命运 于是我就这样坚持放生了两年左右 奇迹终于出现 我在网上得益心灵法门 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一如师父所言 众善因得善果 所以如果你的善果还没有到 请坚持你的善行 机缘成熟之时 善果一定会来到 再次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慈悲救度众生 无我利他的恩师 卢君洪师父 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